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我是詩詩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時事評論員岳山、中原的文章 發表在《大紀元新聞網》 中共的國防部大樓 也名為《八一大樓》 在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一死一入獄 前軍委委員張揚和房豐輝也是一死一入獄後 就傳出空窄、鬼屋之說 最近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落馬 國防部自然亦人心惶惶 軍官肯定進一步認定《八一大樓》絕對是不吉利的地方 按民間說法 空窄、鬼屋是指曾發生枉死、他殺、含冤、含恨而自殺等非自然死亡事件 或是靈異事件頻傳的建築物 後來但凡發生過不吉利事件的房屋也納入這個範疇 近期傳出曾是首任火箭軍司令的前國防部長魏鳳和落馬的消息 現任國防部部長李尚福也失蹤多時 《大紀元日前》獲消息得知李尚福也已落馬 並攻出一批將領 9月28日中共十一招待會上 魏鳳和、李尚福軍缺席 進一步證實他們落馬的傳聞 當日的中共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 國防部發言人在回應自己的領導李尚福的去向時 竟然說不了解 中共宣傳無神論 但中國人的骨子裡仍是留有對神靈敬畏的本能 據說黨魁習近平自己就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 包括風水 他怕巡嶺龍脈被毀 前幾年藉著巡嶺維劍別瑞安掀起推翻大批官員 而李強在做了總理之前 也找人24小時守衛浙江瑞安老家的祖墳 習近平要來打仗的軍隊也一樣有不少忌諱 現在先後坐鎮八一大樓的兩任國防部部長軍被拿下 這個當然會令國防部一眾軍官感到不安 認為八一大樓是個不祥之地 他們私下議論凶宅 甚至在心裡詛咒習近平而不足為奇 八一大樓位於北京市海定區復興路7號 本是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 在鄧小平去世 江澤民坐穩軍委主席後拍板 在1997年3月動工興建 1999年落成 總號支7.79億人民幣 2000年 江澤民就在八一大樓內開設了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 約佔八一大樓其中一層樓大半面積的套房 但2004年胡錦濤接任軍委主席後 拒絕搬入八一大樓辦公 原因之一據說是因為江澤民即使在今年的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辭去軍委主席職務 但仍在八一大樓保留著自己的辦公室 江的辦公室一直都胡錦濤全退交權 習近平上台的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才關閉 但據說習近平從來沒在八一大樓辦公 只是在晉升將領時臨時前往 江澤民曾經長佔的八一大樓 自習近平上台強力打軍府後 就流傳著鬼屋、凶宅的負面信息 在習近平反腐高潮期的2015年7月底 軍眾傳出因為中共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落馬 並患膀胱癌病死 另一軍委副主席郭伯洪落馬 還有大批徐、郭的親信被查 郭偉八一大樓內人心惶惶 氣氛詭異 當時徐才厚、郭伯洪原來的辦公室被視同鬼屋 控制住 平日沒有人願意進去打掃 更沒有將領願意搬進去辦公 有中下級官官私下議論說 郭伯洪的辦公室 押著徐才厚的辦公室沾滿煤氣 徐才厚出事後 郭伯洪馬上嚇到生理失調 要走去少林寺求神拜佛轉運 結果仍是沒用 2015年4月10日 郭伯洪落馬 2016年7月25日 被判終身監禁 恥奪上將軍階 更恐怖的是 同樣曾在八一大樓辦公的兩名軍委委員 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 房峰輝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張陽 被定作為徐才厚和郭伯洪的餘讀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後落馬 張陽是今年的11月23日在家中吊頸身亡 下場非常慘烈 因為八一大樓的鬼屋故事令軍委高層不安 中共十九大後 也就是房峰輝和張陽出事前後 中央軍委逐步轉到位於北京郊區的西山和玉泉山辦公 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最兇猛的時候 香港媒體透露 習近平曾離開中南海 前往玉泉山的軍委辦公室避開疫情 中共軍委機關撤出後 八一大樓只是一直作為中共國防部所在地 主要作為軍隊外事活動和高級將領晉升受鹹儀式等場地 但中共軍方的鬼屋故事繼續上演 習近平攀授上將軍銜是在八一大樓 但近年他親自晉升的上將就有多人落馬說是病死 傳出落馬的除了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 還有火箭軍前司令李玉超 前政委徐中波及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巨錢申 還有2020年晉升上將的西部戰區前司令員張玉冬 2021年10月21日病死 終年58歲 另有消息說 接替張玉冬任西部戰區六關司令的徐喜寧上將 也被傳出罹患癌症 他認為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 時事評論員中原發表文章 表示習近平在十一前忽然對許家印動手 代表將會疏離更多潛在的反習勢力和他們的白手套 至少要看著他們在假期裡可能和誰聯繫 有什麼動作 習近平要對潛在的反習勢力發出強硬警告 也要儘快處理軍隊的問題 但最重要的仍然是找出可能和暗殺政變語言有關的人 推背途中新代工的人或白頭翁 很可能就在習家軍內部 否則難以做到東邊門女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參與的人可能和軍隊有關 也可能和警察有關 或者和中央警衛局有關 趙樂際 王滬寧分別主管中共人大、政協 並沒有大權力 特別是沒有行政權力 支配不了人 而且身邊還有習家軍的人看著 大概只能參與背後放風 韓正只有中共國家副主席的虛職 沒有行政權力 在北京沒有人可以支配 上海幫不斷被支解 殘餘勢力也不是北京 但習近平仍然會緊盯著他們三個 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都是習家軍 他們四人各有職責 也算有一定的權力 能支配部分人 其他政治局委員也有一些權力 他們當中有些人確實具備政變的條件 習近平最倚重的蔡奇 經常陪伴在他左右 習近平可能會盡量令他少碰到中央警衛局 丁薛祥做了五年中聯辦主任後 被明星暗降 估計也有類似的原因 他還是常委中最年輕的一個 最似接班人的角色 李強連名以上的二號人物都難以保住 9月28日的11招待會上 他失去了原來李克強支持的機會 近日 李強貪腐的全民忽然被曝光 外界認為可能是政敵放風 或者是曾慶紅一夥做的 試圖分發習家軍 也不排除在習家軍內部有人海如李強的位置 試圖將他變成下一個大馬的秦剛 但習近平藉此進一步打擊他的可能性較少 畢竟這樣會導致政局更加混亂 習近平親自晉升的上將頻頻出事 等於自己證明自己識人不明 領導無方 這樣不由得令人聯想 何止在八一大樓有風水問題 這個代表習近平的統治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 中共的氣數將盡 今次的《紳士國庭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指定 整集元 有信心 感謝 請多多指定 請兜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